重新认识你自己 作者 克里希·纳姆提 翻译 若水 第四章 什么是快感 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了喜悦和快感的不同 现在让我们看看快感究竟是什么 人类是否能不追求快感而仍然活在无上的喜悦及快乐之中 我们多多少少都在追逐各式各样的快感 包括理性上的 感性上的 或文化上的快感 如改革现状 指导别人 为社会除恶行善的快感 知识的拓展 生理及经验上的满足 对于生命更深的理解 以及足智多谋的快感等 其中之最当然是拥有上帝的快感 快感是形成社会的基本结构 我们从生到死都在秘密的或处心积虑的 甚至明目张胆的追求快感 不论我们的快感是何种形式 我们心中都应该有数 因为就是它引导并设定了我们的生活 因此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专心的 慢慢的 细致的研究这个问题 这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寻求快感 不断滋养 维系它 乃是生活的基本需求 缺少了它 生活就变得极其枯燥 愚蠢 孤独 而且毫无意义 你也许会问 那为什么不让快感来引导生活 原因极其简单 快感必定带来痛苦 沮丧 忧伤及恐惧 或是因恐惧而滋生暴力 如果你要过这种生活 就去过吧 反正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如此 但是 如果你想从这份痛苦中解脱 就必须了解快感是如何形成的 认识快感 并不是要否定它 我们既不谴责它 也无意为它论断是非 不过 如果要探究它 你就必须张开眼睛 认清以下的事实 凡是不断追逐快感的心 不可避免终将面对它的阴影及痛苦 即使我们只追求快乐而躲避痛苦 这两者仍然是无法分开的 为什么人心总是渴望快感 不论我们做高尚或不高尚的事 老是砸着快感的暗流 为什么我们会悬在快感的微绳上 受苦牺牲 快感到底是什么 它是如何进入我们的生命的 我不知道你们之中有没有任何人 问过自己这些问题 而且能追踪它的答案一直到尽头 快感是经由四个阶段产生的 也就是知觉 感觉 接触 以及欲望 例如 我看到一辆漂亮的汽车 于是得到一种感觉 由看见生出某种反应 然后我触摸它 或在想象中触摸它 接着 并生出想要拥有它 而且想借着它来炫耀自己的欲望 或者 我看到一朵可爱的云彩 趁着蓝天的高山 春天里的一片嫩叶 壮丽的山谷 绚烂夺目的夕阳 或是一张动人的脸庞 聪慧 活泼 丝毫不扭腻害羞 我以极其愉悦的心情 望着这些景物 观赏到望我的地步 只留下了纯粹的美 也就是爱 在这一刹那 所有的问题 焦虑及痛苦 都置之脑后 只剩下那令人赞叹的景物 我如果能以如此愉悦的心情 观赏它 事后立刻把它忘掉 就不会有任何后遗症 反之 我的心念一进入 问题就来了 我的心只回想所见的景物 怀念它的美好 于是告诉自己 我想再多看它几回 这时我的念头就开始比较 评估 然后做了决定 明天我还要再来看它 那原本只带来刹那喜悦的经验 便借着意念延续下去了 性欲或其他欲望也类似于此 欲望本身并没错 这种反应十分正常 如果你用针刺我一下 除非我全身瘫痪 否则我一定会反应 但是当念头一闯进来 这份愉悦的滋味就转化成快感了 念头不断想重复这种经验 重复欲多次 就演变为一种机械化的惯性反应 想得欲多 快感就欲加重 意念通过欲望创造并维系快感 使它延续不断 因此我们可以说 对美好事物的欲求反应 本来极其自然 但是念头扭曲了它 念头将它变成记忆 而记忆又借着不断的想念 而得到滋长 当然 记忆在某一种层次上 也有它存在的必要 缺少了它 日常生活几乎无法进行 它在自己的领域内 必须发挥功效 但是 在某一种心智状态中 它是没有什么容身之地的 一个不被记忆麻痹的心 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 你是否注意过 如果你以全副心神与某物相应 事后你不会有太多的记忆 但如果你没有付出全部的心力 应对某些挑战 就会产生矛盾挣扎 由此又衍生出困惑及苦乐的感受 这份挣扎强化了记忆 其他的记忆又来助长此记忆 于是 这个记忆群变成了生活中各种反应的主使者 凡事来自记忆的东西都是陈旧的 因此 其中没有自由 意念之中根本没有所谓自由这样的东西 那全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妄想 意念只是记忆 经验及知识的反应 毫无创意可言 正因为它是陈旧的 所有你在刹那间看到及感受到的愉悦和震撼 也变得陈旧不堪 你只能从陈旧的 而非崭新的经验中引发快感 在崭新的当下 根本没有时间的存在 因此 如果你能观看所有的事物 一张脸庞 一件印度沙利彩衣 在阳光下闪耀的水面 或任何使你愉悦的事情 而能不让快感渗入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观赏它们 而不期望重复这个经验 那么 痛苦及恐惧便无从升起 而只剩下了无可言喻的喜乐 好好观察你自己 你会发现 就是这种想重复快乐的需求 才不断带给人挣扎及痛苦 因为它绝不可能和昨天的感受一样 不只是你的美感需求 甚至在心灵本质上 你都拼命想重复同样的愉悦经验 结果 却因为没有得到满足 而伤心失望 如果你的小小快感 没有得到满足 你会怎么反应 如果你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通常会变得焦躁 嫉妒和怨恨 你想喝酒 抽烟 满足性欲 或任何需求却不能满足时 你可曾注意过 当时内心的挣扎 那种种现象 其实都可以归结为恐惧两个字 不是吗 你害怕得不到自己所要的 也害怕失去自己所拥有的 譬如某个跟随你多年的信仰或理念 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或生活动摇了 你难道不害怕完全失去支柱吗 那份多年来带给你满足和快感的信念 一旦被撤除 你会落得进退失距 因而感到空虚害怕 直到你找到另一份信念 另一种快感为止 对于我来说 一切都是那么简单 正因为它如此简单 我们才不愿意重视它的单纯 我们常把每件事都搞得太复杂了 如果你的妻子移情别恋 你会不会因妒忌而愤怒 你难道不憎恨那名勾引他的人吗 其实这些反应不外是一种恐惧 你只是害怕失去那位终身伴侣 所带给你的快感 以及某种因占有而产生的安全感和保障 你既然已经明白 只要一开始追逐快感 就有痛苦相随 而你还是甘心如此 那倒也无妨 只要你不是迷迷糊糊的陷在里面就好 如果你想要停止对快感的追逐 其实也就是停止痛苦 你就必须全神贯注于快感的形成 但是不必效法出家人或苦行僧的禁欲 你应该证实快感的整体意识及其价值 然后才能享有生活的喜悦 喜悦不是想出来的 而是当下直接的感受 你一去想它 它立刻转为快感 所谓活在当下 就是在刹那间领会其中的美及喜悦 而不是眷恋它所带来的快感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